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蓝绿议员按照惯例上演杯葛秀 先轰报告书格式不符 内容空洞 要求退回重写 陈崇文和王世坚还分别送上川普面具和甘地传 呼吁柯文哲做好政治判断 拯救自己的灵魂 甘地是印度版的白色力量 只差没说甘地是印度版的柯文哲 自大 无知 出品 对甘地 坚持 对抗强权的不合作运动 是一种亵渎 你这个测点 政治素人你的政治判断能力 这个有比一般的还要差一点 你差一点农产公司的事情 就被那个蔡英文给卖了 除了不满柯文哲进来施政外 议员们更炮轰他争取中央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不利 八年八千多亿的特别预算 台北市竟然一毛也抢不到 我们前瞻基础建设 我们很 我知道我们很节制 我们才提出八百多亿 连人家高雄市核定的零头都不到 高雄市被核定是一千八百多亿 那是已经被核定了 我们零元 蓝绿议员杯葛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让柯文哲上台报告 新会期才刚开始就泡声隆隆 柯市府团队想过关 可得再加把劲 海拨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道